客琴 还有夏洛蒂 真是意想不到的组合 好久不见 旅行者 派蒙 没有打扰你们说话吧 放心 我没在采访客琴小姐 是在讨论选购风筝的事 风筝 夏洛蒂准备买特色礼物带回风单吗 对 另外吗 太蒙想必还没来得及发现 今年海灯节的主题就是风筝 哦 这么说起来 天上飘着的就是啊 梨岳岗不断发展 海灯节也需要推陈出新 七星对此的判断是 在继承梨岳传统的基础上 也可参考他国技术 正如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为此 早些时候 明光就作为代表 安排了一场和夏洛蒂小姐的私人会面 请他推动相关的合作事宜 双方最终选定的方案 是将梨岳传统手工艺风筝 和风单的谢洞式垂直拉伸装置相结合 谢洞式装置 哦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但风筝不是借着风力就能飞吗 为什么还要靠机械 答案已经在你的问题里了 派蒙 风筝能否飞得高 飞得远 不仅依赖持线之人的技巧 还受制于当天的气候条件 一旦遇上没有风的天气 再有经验的人 也只能像水里的甜甜花浆那样 干瞪眼了 没错 既然梨岳现在是人质的国度 那我们不如自己想办法 让风筝飞起来 况且 越是游玩体验轻松愉快 就会有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对吧 我也认为这个点子很新颖 而且成本也不高 偷夏洛蒂小姐的福 合作一切顺利 新款谢洞式风筝 已在港口摊点前开售 目前供应充足 定价方面 我们也下了点功夫 相较传统风筝不会贵上多少 真好 原来客情 夏洛蒂还有宁光 都像我一样喜欢玩具 玩具啊 这可真是 你看吧 客情小姐 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样的 嗯 不可否认 纵然风筝历史悠久 除了特殊典移用途 它如今的形象 更多停留在了民间玩具上 但在我眼中 它并不仅止于此 或许各位不太容易想像 又轻又薄 有一根线牵着就能飞上高空的指风筝 同时也是承载着古今离月风韵的宝物 我曾经在一本古诗集中读到过 《寄予纸冤送仇客》 《天涯有有未归人》 古时离月诗人 常常借用风筝抒发思念之情 或是歌咏田园风光 如果今日我辈也能从这游乐之中写取妙趣 我想未来自会有更多人 愿意领略并传承传统之美 哇 不愧是客情 想的就是比我多呢 很有学问 我也适合不想 只要你们爱听就行 关于风筝的各类民俗故事 我也知道不少 好比以前 大家每次看到意外飞走的风筝 就会说 这是仙人用风带走了 图个口头上的吉利 嗯 还有什么好玩一点的吗 好玩 我想想 哦 那就要说起制作风筝了吧 这也是一种宝贵的传统手艺 我听我祖父说过 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 风筝都是跟着长辈一步一步手工学做的 用戏竹扎出骨架 在香素纸上绘制新衣的图案 胡上纸 记好线 抬头仰望天空 将风筝亲手送到云朵旁 有的人会在风筝上写下名字或愿望 最后割断绳索 任由他们飞翔 有的则是选风筝文样的时候 就寄托了自己的美好寓意 文样和寓意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我想记录下来 嗯 比如蝴蝶文样的风筝 多半与冲破束缚 追寻自由与幸福有关 哇 还有吗 简尾冤是最经典的款式 象征着好运与喜报 根据颜色不同 还会有细微区分 在黎月 这些寄语是约定苏承的吗 就像风单花卉的花语一样 我想是的 只要听家里长辈说起过的话 多少都知道吧 如果夏洛帝小姐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将家中涉及这一选题的藏书 找出来借给你 供你一并参考 是会对我很有帮助的 好 真实又生动的宝宝 我想好出行了 我们正好也想再多做做看看 嗯 那我就带夏洛帝小姐来我家小做片刻吧 哦 对了 今年总务司举办了一场风筝比赛 时间就定在海灯节荡夜 旅行者和派门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带着风筝参加 规则也很简单 在规定时间内 谁的风筝飞得最高最远 就能得到一份特殊的荣誉 附赠神秘奖品 我可是为这个晚上备足了空白画片的 我早就遇见到了当晚的壮景 有奖励的地方就有我们 嗯 期待你们的表现 那就到时候见了 那就到时候见了 旅行者等一下 你看右手边 偷偷看 看到右边那两个人了吗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和克勤他们说话的时候 那两个人就一直在盯着我们看 神情很不自然 太好了 我们想一起去了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盗宝团的人 以往海灯节 总有盗宝团的人出来捣乱 嗯 我们不该再被动的等下去了 要先发之人 迅引如箭 我从左边 你从右边 就觉得还不需要 二味移父要缉拿我等的架势 这是何一 哇 这人说话怎么还闻周周的 你才应该先交代你们是什么意思吧 鬼鬼祟祟的偷听别人聊天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快点老实交代 从名字开始 这 既是二位 倒也无需掩藏 我乃三眼无险仙人 薛月祝阳真君 此番游历人间 唤我侯张就好 鬼才姓赖 那只仙鹿多大的架子 他怎么可能亲自来离岳港了 派蒙 少说两句 哼 别以为你知道我的名字我就会信你 你该不会想说自己是离水蝶山真君吧 正是如此 此番我与薛月共访人间 二位趁我接户即可 他们调查工作做得不错 但根据我的经验 现场说明想钓的鱼大 我们这就去找千燕君 把这两个冒名顶替仙人的坏家伙抓起来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对啊 拿有力的事实出来 路上随便找个人都知道的那种可不能算 我为求山门清静 在虎牢山周围种植夺山魁之事 你们总该记得吧 要说这花的种子还是出自歌臣浪世真君之手 我们之中 属他最善原意 此花不哭不败 实用不假 难处在于每逢出门都需费尽心思打顶一番 日积月累 连我也心里不知 便进城问歌臣浪世讨了个伤性温和更好打理的花种 途中却被几个孩童缠上 你不敢暴露真身进退不得 最后还是歌臣浪世出面节的围 这 你怎会知道 那位叫瑶瑶的女孩好心告诉了刘云 唉 罢了罢了 目已成舟 目已成舟啊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好吧 是我错怪你们了 对不起了 你们就仙人肚里有大量 仙人肚里装山河 你素来鸡鸣 也不枉刘云对你评价甚高 呃 我还可以问吗 就是 那个 离水叠山还好说 薛月助阳 你是怎么会进城里面来的呀 你不是一直都摸不开面子吗 唉 实属无奈 唉 自从刘云也来了离岳港 山中清静 一日更复一日 海灯节在即 我等原以为刘云会提前交代今年的安排 怎想直至今日都未曾瞅见她的半点踪影 刘云可不是会忘事之人 俗语说山不转水转 既然一众好友如今身居离岳港 我们二人也只能化为人形结伴走这一趟 来城里寻找刘云 刚才听你们一众人聊起什么 泄洞式风筝 我们已对现状猜到一二 想来还是打到还府吧 啊 你们不找刘云了吗 派盟有所不知 依照刘云心性 近来他定是在这气头之上 刘云心高气傲 自诩机关术不输旁人 绝不会轻易认可这舶来的机关巧物 想必他此刻正闭门谢客 费心钻淫着自己的嫖锦造物 我等就不自讨没趣了 但如若未来几日 你们碰巧会见刘云 就为我们带一声问候吧 也好 那就包在我们身上 那二老回去路上慢慢走 多看看风景 也祝你们海灯节快乐呀 嗯 好意心灵 不必多送了 没想到是我瞎操心 弄半天都是自己人 趁时间早 我们还是去那边的风筝摊上逛一逛吧 我想看看 有没有又大又漂亮的风筝 可以拿去参加比赛呢 欢迎欢迎 二位是来购置风筝的吗 需要我为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不同的款式吗 啊 啊 简尾约 蝴蝶 啊 这群玉阁图案的风筝是最新款 这两天卖得可好了 难不成它也有什么寓意吗 当然 群玉阁寓意裁员广进 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多多发财 哇 这个好 实在抱歉 容我插一句话 正元小姐 你的货都准备好了吗 哦 放在那边的就是 香素纸 竹签 染料都是大风筝的东西 好 我来打包 这就联系标师帮你送到遗龙部去 遗龙部 哇 也不知道海灯节期间那边会是什么呀 好想过去看一眼呀 你们对遗龙部有兴趣吗 如果要去那边的话 能不能麻烦你们叫上嘉明 一起运送这批货物呢 嘉明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位标师 对 我们合计厅主要负责离岳地区的交通运输 而标局是合计厅的下属机构 问题在于海灯节期间 我的很多同事都请假回家陪伴家人了 从事对接工作的人手一下子少了很多 要是你们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就能提前去见下一位客户 听得出来你是真的很赶时间 太好了 报酬不会少你们的 这个时间点嘉明他多半就在附近吧 沿大路直走 右手边 有五兽西的兽手那边 想买风中的话回头再来哦 我给二位打折 不是吧 说好的啊 谁输谁请下一顿早茶 看把你气得脸都垮下来了 别难过了你 可以你请我喝 我来买单的吗 那不又跟平时一样了吗 这怎么行 嘉明 我不是输不起 我就是 就是没想到你会用那种方式翻盘 小意思啦 玩这个跟吃生菜那样容易 太好了 嘉明就在这里 打扰一下 嘉明 刚才有一个合计厅的人 要托你送货去伊龙部 哦 龙舟哥吗 有工作了 我走先 忙你的去吧 等你回来有时间我们再玩 下回可不会让你再赢了 好了 东西都拿来给我吧 路上运过来重不重啊 我来转 我来转 还好啦 都是些扎风筝的材料 总共也就没起步落 风筝啊 懂了懂了 派蒙好客气哦 肯定要好好谢谢你们了吗 你就是旅行者吧 你好你好 也要多谢你的热心 哦 原来你认识我们呀 李悦不认识你们的人才少吧 我听很多人说起过你们的事 好有名气的呢 你们 哦 要是龙舟哥没来得及道谢 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替他说 他人很好 就是这几天实在忙得不行 看他连赶路都是跑来跑去的 多多担待 来过海灯节的吗这次 是啊 每年这个时候 都是最热闹的呢 我们还说想跟你一起 过去伊隆布那边看看 走啊走啊 一起喽 我路上熟得很 我带路 一点弯都不会给你们绕的 讲故事 讲笑话 聊天解闷都可以 哦 沿途有几家馆子 都是我常去的好店 到饭点了 一起随便吃吃啦 食材新鲜 用料又足 物美价廉 我保证 怎么点都好吃的 啊 保证好吃 在新朋友面前这样揭断很失礼 没关系的啦 我懂我懂 这说明感情好嘛 我和我兄弟也会这样 调侃来调侃去的 还有什么要收拾的吗 我可以等你们 不用不用 我们一直在外面旅行 东西早就放在包里啦 哦 对哦 那就走了 我也会保护好你们 这是裳童的 柯童的 呢 小心 至少 要领童的 怎么会再来 就算我们来 在这些什统 把我们来 一定要回来 那这些紧 运标路上遇到截获的人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才需要我们标师嘛 我看你的动作还挺有两下子的 很专业 哦 这就跟标师的职业无关咯 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武兽戏 你们听说过没有 不是吧 武兽戏在陈玉谷地区还是很有名的哦 谁家店铺开张了 谁家过节想拿个好一头 都会请人去表演 好吧 跟黎月戏是没得比的啦 我自己也知道 在黎月港愿意看武兽戏的人不多 我只能把它当个副业 哦 你还做副业 夏明你精神那么好的吗 不累啊 休息下不就好了 我懂了 你天天睡到自然醒 没有啊 昨晚打牌还打通宵呢我 呃 走了 码头就在前面 跟紧呢 终于可以静下来休息休息了 我的肩膀好僵硬 胃力好空虚 哦 对不住 对不住 赶路太快了 不是说一直在外面旅行的吗你 那就是黎月山路太多 飞得太累 我好不容易吃饱的肚子又要饿扁了 东荣酥 要吃吗 店里买的 不是我自己做的就是了 哎呀 有多少来多少 不是吧 那么贪心 等下吃饱了吃不下正餐哦 我天生能吃 就像 就像你天生精神好 走多少路 干几份活都不觉得累 哦 这我就懂了 来 派蒙 给 旅行者也有 博素博 宵敬你的 放旁边啦 哦 香香甜甜 我复活啦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东荣酥我从小吃到大 街边小摊到城里的大酒楼 好多店都会做 但每家做出来的味道 都会有细微的不一样 嗯 你喜欢的话 我回去之后查一查 把店铺地址写给你好了 哦 会不会讲太多了 耽误你们安静地看风景 嫌我吵的话直说 不要不好意思 无所谓的 没事啦 听你像敲鼓一样 狂乱狂当的说话 还挺有趣的 哎 派蒙一吃饱 心情就好 才不是这个原因啦 哇 我们到了 东西拿好先 下船时要看脚下 踩空了就要掉水里去了 博素博 多谢您 保重身体哦 我们回头再见呐 跟我来 走这边最近 标局在上面 要坐升降梯上去 噓 噓 走慢点 拜托 出什么事了 街上那么热闹 已经不会再有人紧 呃 这个 怎么说好嘞 你倒是说呀 看到那边几位 阿沈阿婆 阿叔阿伯了吗 都是我家亲戚 哇 那还真是好大一家子 她们买起东西来 不逛到天黑是不会回去的 这下完了 是亲戚又不是仇人 有什么好怕的 难道说 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想什么呢你 我纯粹是不太擅长应付自家亲戚 能避开的话 最好还是避开 有机会的话 我会跟你们好好解释的 但现在还是工作要紧 左边人多 我们直走 慢一点 慢一点 在这儿等下先 看看阿神会不会走 阿神走了 我们赶紧 往左拐 跑起来 右手边 我们到了 你们伸手很好嘛 佩服佩服 这点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就跟东蓉苏一样 两三口就搞定了 哇 那么喜欢 那我给你买一座小山那么高的东蓉苏 把你堆在中间喽 嘿嘿 要记得让我露出脑袋喽 知贵叔 我来喽 这两位是我朋友 旅行者和派蒙 和我一起送货过来的 那我把货放去永三伯那里喽 好 有劳你了 也辛苦你们二位了 我去倒点茶 先坐一会儿 斜斜脚吧 没事没事 我们等下就走了 哎呀 来都来了 说坐一坐就坐一坐嘛 我们标局的松罗仙牙很正宗的 包你喝完反徐味 知贵叔也做啊 哪能让你落手落脚 跑前跑后啊 我来我来 两件事情也就是一个前脚一个后脚 我一起办了 马上就好 旅行者没什么忌口 对吧 派蒙口味偏甜 茶我给你泡淡一点 加两件茶酥点心 哦 这你都记住了吗 你们和嘉明认识多长时间了呀 不久不久 碰巧一起来伊隆布的嘛 主要还是他带人热情 我们没聊几句就交上朋友了 这孩子是这样 既姓好 又在人际关系上处处留心 我们有个老标师 前些阵子下雨请了一天假 说是骨头酸 嘉明他还特地去布补炉 找白先生开了高药的方子 连夜给老头子送了过去 你说 这样的好小伙儿 大家能不疼吗 哎呀 也就他家里 知贵叔 永赞博说 最近腾不出人手送箭了 干脆我去送到人家家里吧 这多麻烦你呀 扎风筝的材料 说不定是给家里孩子玩的 这个时间点寄东西 肯定是想在海灯节前送到的嘛 哦 来来 喝口茶先啊 好吧 那你想送就送吧 哎 你们后天早上得线吗 去新月轩喝个早茶怎么样 我买单 我买单 哎呀 你这么客气啊 应该的 毕竟给你们添了麻烦 再说 我家里那个情况 一匹步那么长 还得坐下来慢慢说 好呀 只要有吃的我就不会去血 行 那我走了 后天见 派蒙要留好肚子啊 别怪我不提醒 他是不是瞧不起我 那我倒要让他见识见识 我的度量 说回来 家明的家庭情况 真的有那么复杂吗 以家明这种乐呵呵的性格 加上他腿脚又麻利 干活也算仔细 好难想想会有什么矛盾啊 啊 怎么说呢 既然他自己都准备跟你们说这件事了 我这个大叔就不多嘴多舌了 我看你们两个年龄相仿 说不定挺有共同语言 要是你乐意 就帮我劝他几句 这件事算我托你了 大叔你有时间 不如去做一面小旗子送给我们 上面就写好 助人为乐 那我真去托人座了 二位还有什么要求 还要印什么字吗 不是吧 我只是开个玩笑些 小语气学的太像家明了 茶还有吗 要不要给你们再加一点 不用了 好不容易过来一次 我们还想去码头那边看鸡 对不起 刚刚躲亲戚的路上 漂到了好多小滩呢 说不定会有黎月港没有的风筝 行 那你们请便 要加茶和我说 想歇歇脚的话 做多久都可以 这件事 还可以 这件事 都可以 给你 尊敬 还以老卖老起来了 我说贤云 你这个时候不应该缩在洞府里悄悄打打 研究你的机关风筝吗 怎么会有心思出远门 身边还摆着这么大一个箱子 你这是 你这是在逛街购物啊 是又如何 七星引进风单技术办风筝比赛 跟本仙有什么关系 在你们眼中 本仙是会跟世俗风筝竞争攀比 乃之怄气的人吗 不是我猜的 是李水和薛月说的 他们给自己起了傲口的名字 一点都不好记 总之那两位来城里找你 还让我们向你问好呢 咸云 自从来了黎月岗 这一天天呢 连时间都变快了不少 怎么就把这俩老家伙给忘了 给他们带点仙草 作为赔礼吧 不 难得来一回遗龙部 还是选些茶叶为好 本仙灵光一现 想起另有一些东西需要供置 你们不妨在此捎带片刻 本仙去去就来 等等啊 就留我们给你看东西 这个女人来气如风 真是自由 喂 别在这种地方学那么快呀 你要快点回来啊 我 我怕有人来抢 瞧一瞧楼看一看 松罗仙衙上好的茶 撬英庄直送 客人 您要买茶叶吗 听着不错 给那两位各带一份就好了吧 来两盒 好嘞 这位客人 小店正在搞海灯节促销 三盒九折 四盒八折 四盒八折 很合算啊 给帝君和阿平也各送一份吧 那就来四盒 呦 客人是要拿去送人吗 那不如买小店这边的 金美礼盒套装 十份半价 您看看 这礼盒多精美呀 打了红丝带更添喜庆 走亲访友的时候拿去送人 辈儿有面子 十盒 是不是有点多了 但要是把降魔大圣 和我那几个徒弟都算上 您想想 十这数字多吉利 十全十美呀 我再给您抹个灵头 也好 那就给本信 给我装上吧 好嘞 好嘞 这位女士真有眼光 请您也来我这边看看吧 我是从风单来的玩具商人 我这里卖的玩具 全靠发条驱动 精致小巧 妙趣横生 你倒说说 这妙趣在哪儿 这 玩具玩具 当然是要玩了才知道 稍等 我给您拿出来展示 不必了 女士 最新最好的款式 拿一个 包装的岩石鞋 好的 给您 说明书在 不用了 多谢 这里人多眼杂 要是被旁人看见 本先特意为年轻人的 机巧玩物驻足 那可成何体统 偷偷带回去研究吧 哦 贤爷 狗顺利嘛 那是自然 本先不喜交际 又不是不会交际 你们呢 来这儿不买东西吗 还没来得及挂 但看起来 伊隆布好像都没有风筝 他反而有不少风单来的货品 你们该不会也想参加 那个风筝比赛吧 我是说 孩子们都想参加 一会儿又蹦又跳 一会儿可怜兮兮的 在人跟前转悠着不肯走 这谁能招架 本先不得已 准备开个手工风筝兴趣小组 亲手教大家扎风筝 哦 都有谁参加呀 树玉 还有申鹤 甘雨和瑶瑶 还真是好多人 而且 咸云 你人还怪好的嘛 只是想参加比赛的话 明明买现成的风筝就可以打发了 哼 什么泄洞式垂直拉升装置 只是繁重所造的粗力机关罢了 本先所言之千年机关妙述 不说以先缘为趋 就单论本先所造的机关构结吧 构结之才 轻如竹 尖如铁 至于天际 亦可屏风遨游万里 再说其中构结之法 寻六结十二道 罢了 就算与你们说了 只怕你们也听不懂 白费本先口舌 你明明说得很畅快 像是在肚子里憋了好久 你们到底要不要来 哦 原来你一直在邀请我们啊 好 材料不劳烦你们准备 本先一手张罗 后日下午 傲藏山见 仙云这就要走了吗 那么大一个木箱 不需要请个标识帮你搜搜吗 笑话 本先来去自如 何须仰赖他人 这箱子原来是能自己飘起来的 怎么会有这种发明 其名为刘牧运物神机 呃 他好自豪 他走路的样子都是很潇洒了 但周围的人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看他 呃 不管了 我跟你说啊 他在箱子里有好多卸动式 呃 什么装置 不是我要偷看的 我没飞吻 不小心碰到最上面的颈段 连带着里面的东西都差点咕噜一下滑出来 我还帮忙服了呢 这个女人还真要面子 嘴上说着什么粗粒机关 肯定是想买回去 拆开看看里面装了什么 嗯 但是为了照顾他的心情 我们就装不知道好了 这才是对待长辈应有的尊敬 对吧 对吧 不愧 这边 那么